第1個就是所謂的這個口罩痘 就是在戴口罩的這個區域呢 臉上很容易長痘痘 那第2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叫防疫手 就是我們常常在做手部的清潔 包括洗手或用各種的這些消毒液的時候呢 造成手上的一些皮膚刺激 基本上戴口罩我們勢必會遇到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會比較悶 因為口罩它就是一個比較密閉的空間 那其次呢它是熱 因為我們這些熱氣散不出去 那再來就是我們會在口罩這個邊邊呢 很容易會有摩擦壓迫的情形 那不管是熱、悶或者是摩擦 它對皮膚都是一個刺激 那這刺激可能就會造成不一樣的皮膚狀況 有可能在比較容易壓迫的地方呢 它會這個造成毛孔的阻塞 也就是形成這個口罩痘 濕疹的部分 常常就是因為這些水氣 還有摩擦引起的 那另外還有人 就是它有這種酒造性肌膚的患者 也容易在戴口罩時間比較長的時候 突然間惡化 因為酒造本身它也是比較怕熱怕悶的一種膚質 那戴口罩呢都很容易造成這些皮膚狀況不太穩定 所以我們這個口罩呢你可以看到它通常都會有兩面 那我們會把比較粗糙的這一面是朝外的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它關係到它過濾的效果 那我們在佩戴的時候 當然要把它勾在耳朵上面 那這時候因為它都有各種的摺層 你要把它拉開覆蓋到你的口鼻 你的鼻子嘴巴都要覆蓋到 然後下巴呢也要能夠保護到 那再來就是上面它會有一個鐵絲 這個鼻樑的壓條 這個一定要壓緊 這個壓緊之後它才不會漏氣 它的過濾效果才會好 戴口罩有的人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有戴眼鏡的話 很容易會起霧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在鼻樑這個地方 稍微貼一塊這個紙膠帶 那它就不容易讓這個水氣跑出來 你的眼睛比較不容易會起霧 那其實最容易有人不舒服 是這個顴骨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滿緊的 所以如果常常這邊會不舒服呢 可以稍微在這邊墊一下 不管是用一些這個 這個所謂的痘痘貼 所以人工品 那它有一個保護 那這樣戴口罩 一個比較不會不舒服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選擇 這些保養品的時候呢 最近比較滋潤的保養品 可以先暫停 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清爽的成分 甚至呢一些保濕的成分 現在可以先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口罩戴上去的時候 它裡面都是水氣 現在這個時候很難造成說皮膚 會過度的乾燥 所以保濕的東西 不要用得太油 也比較不容易長痘 當然每個人的膚質 狀況不太一樣 如果真的是 極度乾燥性的皮膚 那我們還是可以在一些 比較容易摸起來 粗糙脫皮的地方 還是擦一點保濕的乳液 但是在口罩會壓到的地方 比如說鼻樑啊 顴骨啊 下巴這個地方 我們也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在早期口罩真的很缺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人的口罩一戴可能就是一個禮拜 那上面那些都已經開始起毛球了 那不只是說它很容易卡一些髒東西 那另外就是它本身過濾的效果也沒有這麼的好 那當然就慢慢有人會想出一些解決的方案啊 比如說裡面可能會加一層這個衛生紙或是電子像是紗布等等 但是這些東西都還是要記得去替換啦 那我會建議不要用衛生紙 因為衛生紙它這個比較薄 而且很容易吸附水氣 那整個會讓它的這個 不管是過濾效果比較不好 或是也容易長無納工 那現在當然有市面上可以買到很多所謂的口罩套 那口罩套它是一個布料的東西 那相對起來它的這個換洗會比較容易做到 那這樣子它也可以讓口罩的這個壽命比較延長 同時呢又不容易造成我們皮膚或者是健康上的危害 酒精它第一個它有這些消毒殺菌的效果 但是同時它對皮膚也是一個刺激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現在使用的酒精 絕大部分裡面還是會有一點水氣 它必須含水去把它做稀釋 那這些成分都是對我們皮膚本身一個刺激 所以在一些比較敏感性膚質的人身上 可能用了酒精之後 那手部開始會紅啊會癢啊甚至會脫皮 這個嚴重程度就跟用量還有用的頻率 以及每個人的膚質會有一點點關係 有的人真的很敏感 他用了一次兩次就開始有出現這些症狀 那有的人可能次數會多一點然後慢慢才出現 但是我想在最近這個大家都在強調手部清潔的時候呢 的確很多人他在用了這些消毒的成分之後 手會有點不舒服 它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其實是法規的關係 其實就台灣的衛生法規來說 我們所有要用在人體身上的這些產品 不管是清潔啦或者是保養等等 它都必須有一定的這些標準 它也必須經過主管機關的合可 取得相關的字號之後才能夠使用 所以刺濾酸水目前因為沒有取得 使用在人體身上的這些許可 因此它雖然可以用在環境的消毒 但是它並不能夠用於這個人體上面 那其次為什麼它比較不適合用在人體上 主要是因為它本身成分會有一些刺激性 如果一些皮膚敏感或是像小朋友這樣子的皮膚呢 用了很容易會有紅腫會癢會有這些刺痛的感覺 比如說人比較多或是密閉的環境裡面 我們口罩還是要記得戴 但是相對呢目前台灣的疫情還不算失控 所以在比較空曠的地方 比如說馬路上有人少的地方在家裡頭 那我們口罩一定要記得拿起來 讓這個皮膚能夠有透氣呼吸的時間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